今天讲大名鼎鼎的ACDK之中的这个C ACDK可能说ACDK是啥 一般来说你玩莱卡玩什么呢 玩差不多了 你注意就会有那种坏的 钻出来跟你小声说 莱卡玩差不多了 哈斯铁也玩差不多了 莱卡这么 尼康加能的大品牌你早都玩过 莱卡你要玩精熟 尤其现在你用这个V单无反 这个转接特别好用 说有这么几个牌的ACDK 安琴酷克刀煤 尖无敌 就这么几个牌的ACDK的缩写 这几个全是电影头 据说呢 就是沾了必死无疑就属于这种 但是呢其实你也不用怕 如果大家还处在 我觉得尼康加能 这种大品牌特棒啊 特威武 莱卡生难印啊 这个阶段你放心 ACDK对你一点作用都没有 ACDK的作用只是在莱卡 都玩的很熟 这种庞主专门玩老镜头 庞主的新途都不玩 专门老镜头都玩的很溜了 这个时候你再上ACDK 这个比较失控 所以大家不要怕啊 千万不要怕 好 有人说这个找机会聊聊恩曼啊 这这个后头慢慢聊啊 这个都不着急 我这还堆了一堆没讲的呢 不要怕 不要怕 好 接着说回来ACDK 那么这里头呢 ACDK呢 市面上一般聊的比较多安心 像给大家讲过安心 S11 这种非常炫的镜头 很多人喜欢 我个人呢 是属于拍片 还是一个适用主意 我还是比较喜欢 真的拿机器出去拍照 经常也拍东西 那么我对画质各方面 其实还 还是有点在意 那么我觉得 我个人来说 那么这个镜头 如果素质能比普通的那种 好一点 那当然最好 就我不是特别迷恋那种 最近距离 做一大光圈 顶得死死的 拍个虚化的背景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偶尔玩 玩可以 挺好 但是那个不是主要的 因为我平常不怎么老拍 最近距离 最大光圈 虚背景光斑的这种片子 所以呢 对我来说 那个就没有那么重要 它不是排第一位 而在这些ACDK的镜头里 有很多人是专门喜欢玩 背景虚化呀 什么这类的 但对我来说 大家要知道 很多镜头设计的时候 都不是照最近距离设计 有一些 像我们说的一些 那个微距镜头 那个针对近距离设计 没有多 但有很多头 都是针对最近距离设计 所以大家不要过于 失礼于这个东西 就修建在这个点 最近距离近距离 什么不用 那么在这些头里 ACDK里头 我比较喜欢酷克 在这些牌子里头 其实我比较偏向 酷克和蔡司 蔡司以前讲过很多次了 阿莱蔡司这种 我也吹过好几次了 我觉得是非常出色的镜头 那么像 那个酷克呢 讲的不多 为什么呢 酷克太贵了 就这一条就妖妙 对我来说 是没有这么多钱 来买酷克这种电影头 电影头我制造也很少沾 不是电影头不好 不是电影头没有意思 我知道它好 我也知道它有意思 但是太贵了 贵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这个就要命 我们来看一眼弹幕 说 傅秋超说 恩漫有意思 黑白有味道 我觉得像 有很多镜头 我看来很有意思 比如说柏林啊 什么的 也都很棒 然后那个 这边说 龙哥说 安琴就一交击花 是的意思 就真的是这个 什么原因啊 就是我把这麦拿进一边 就是吧 原来安琴也用过 都不是我自己的全场朋友 大家就是 情愿给我玩这个镜头 安琴呢 确实虚化很漂亮 胶外非常炫 但是我个人觉得 有些镜头啊 胶外炫得太厉害 炫到了 大家只为了胶外 来拍片子 就是其实你不是在拍片子 你是完全因为 这个镜头的特点 是顺着它的感觉 去拍这个镜头 能拍出来的东西 并不是你想拍 而是这个镜头 有这个特性 你花了钱 就想证明这个特性 这种感觉 那我就觉得 有时候有点夸张 拍片子 有时候那种喧宾夺主 那种背景炫的那种 真的像匹斯法那种 看着都头晕 很多人就 匹斯法这个好有特点啊 什么什么这类的 这个东西吧 偶尔玩就玩挺好 就跟你水里走 玩偶尔倒一发胃精 你也觉得挺好 那天天喝胃精 意思就不大 所以我觉得很多 就是每个摄影师的 情况非样 就是我注意 很多朋友是专门收藏 玩 我说那玩 就要玩这种镜头 安琪这个好玩啊 你在屋里拍 背后确实像 但是呢 对我还有很多摄影师 是拍片子的 那么胶外炫不炫 对我们来说 不是一个最主要的事 所以我会比较倾限于 蔡斯万库克 这类这个类型 就更冷静一点 整块画面更平稳一些 那么今天讲这个头 是一个什么感觉呢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来看一看 开开机 开开机把这个信号采集进来 给大家露一点 就是它 就是这个 朋友们 就是这个机器 好 我看到就是这台 就是这个镜头 著名的 库克尔的 SP系列的电影头 库克SP的二代 SP好多代啊 常见的 这四代是没问题 好多代 这是第二代啊 非常有名气的第二代的这支 五十毫米 T2.2 2.3 这么一支镜头啊 继续光圈电影头 这个真的是很妙亮啊 然后 给大家看一下 它整个的这个感觉啊 电影头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味道 还是很有意思啊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这个感觉 很妙亮啊 这个头确实是很妙的 拿在手里头呢 不大点啊 尤其在我这种大胖手里头 你感觉不大点 下头带着著著名的这个小翅膀啊 这样头都带着小翅膀啊 当然有的比较夸张啊 有的带三足小翅膀 我觉得有点有点过了 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看的 这支镜头呢 呃 原来的卡口不是这个啊 但是要接在莱卡的M上呢 其实是不好整 所以呢 这是找了医水大师啊 医水西来啊 改了口啊 那么改了口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镜头不是我的啊 我很用心 这个是我们群里的好友啊 为小宝啊 他借给我的这个镜头 在示范的时候 我一看又喝这棒 我说这 再打结一下啊 就就借过来 这是非常帅的镜头 前头这个的 照光让的部分呢 是可以拧下来 是可以拧下来 我来给大家瞧一下啊 啊 瞧一瞧 再看这个啊 这是可以拧下来 好啊 再看这儿啊 这已经看到镜头里头了 光圈在这儿啊 无极光圈 非常的圆润啊 没有声音 拍视频 是要求没有声音的啊 然后呢 手感非常无极 然后镜片呢 非常像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角度看反光 大家可以看是这种 酒红色的反光啊 这种红色 非常美啊 确实是非常好看 这种暗红色的动膜 跟蔡斯那个风格 还不太一样啊 它非常有自己的特点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啊 这个 这个确实叫做什么 很漂亮啊 非常漂亮 然后镜头整转的那些名 就是中间的压圈上 有刻的圈 是它的这些 就是镜头的 这些前头的这个 标指数啊 刻了一段圈啊 这个很有意思 刻了一段圈 两圈啊 整整两行 是非常有意思 确实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小翅膀 手感也非常好啊 有的人是习惯用月牙 有人习惯直接拧 有人习惯小翅膀啊 这个我觉得各有各自己的好 这个没有说哪个形式是最好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啊 整个头的形成 整个的感觉也很清晰啊 这样一种概念 这是通过一个 节套 我都接在这个L卡上啊 来使用的 因为FPL 有6100万像素啊 很多人说 这老镜头看的最后这么大啊 盯得住6000万万像素啊 我一开始其实很怀疑这个事啊 但是呢 诶 试了试还有惊喜 所以呢 一会跟大家来说一说 这个 2015也说 贵不是镜头的问题 少太穷了啊 就是就是贵 就是给电视头 你现在你看国产的电视头啊 你比如说微桌室啊 那几只那三只一个套装 也将近5万块钱 对吧 你觉得国产都 我告诉你都很贵啊 独镜国产独镜的做的 都都很好 也都很贵 电视头就是贵啊 就记住就行了 它的需求必要 首先要的是什么 非常长的耐用度 电视头用的都比较狠啊 对焦要受非常的舒服 这些都是不同的要求 就特别热 特别冷 都要能顺畅的工作 我们没用镜头 一般用不了那么狠 虽然没有它这么 这么强的需求 它们对体积根本可以不控制的 啊 你像拍大Vision的镜头 你看一看 拿出来之后 不知道 以为扛了一炮弹 似的那镜头 都大得要死啊 整个一机器 它们都跟冰箱似的 就为什么 它不在乎体积 好就完了 体积不是首先考虑的事 所以为什么叫电容工业啊 它是一个大工业产品 那么我们那个 啊 有人又问哈 那个说阿莱 那个50和库克这个50区别的 这个其实很难一句话说清楚 因为 阿莱塞这个 阿莱flex这支 那个卡尔赛斯 我其实专门讲过 大家可以在我以前的动态里头 专门去听一听 你看那些片子 你自己就能感觉出 这两个片子 两个镜头都不一样 如果硬要在一块说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SP2 就跟阿莱塞比啊 我只说这个啊 不说不代表所有的镜头 这一支库克和这一支阿莱塞斯 这两支镜头 如果同时同样一个机身 同时比的话 在近距离啊 有很多人特别在意近距离啊 就一两米左右这个距离 全开SP2胜出 很明显的胜出 这个特别要命 贵就好 阿莱塞斯已经这么强了 SP2比他还要胜出 收光圈就不用说了 收光圈当然 蔡斯没问题 但是SP2在收了光圈的时候 你还能看出来是碾压啊 这个是很要命的 就是确实强啊 这个是没说的啊 没说的 真的是不一样 然后呢 如果在整个画面的反差来说 呃 呃 怎么说啊 说库克这支呢 库克这SP2 这个二代这支50 我觉得反差比蔡斯这个 反差要较高那么一点点 啊 反差要稍微高一点 锐度也更高一点 边缘更好一点 基本是这个感觉 但是呢 颜色上 蔡斯明显的更冷 就阿莱塞斯更冷峻 蔡斯统一的风格冷调 而库克的感觉 在冷调里头 英伦风格的冷调里头 中间部分的暖调表现的更漂亮 就他的冷暖还能拉得开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看康泰克斯的头 尤其康泰克斯的季头 冷 全冷 整个连肤色什么 全都冷 但是库克这个头呢 在冷调 其实在阴影里头 人物的皮肤 还是往暖调里头 能再拉开 就是它冷暖能分得开 就在画面里头 你是很明显的能看出这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如果说阿莱塞跟库克这个比 我觉得库克斯P2 要更胜一筹 虽然我这么喜欢阿莱塞斯 但是单说分辨率什么 这个感觉 库克这个要更胜一筹 当然 阿莱塞斯我只试过三五支 库克这个也就摸过两支 不代表一眼级的测试 照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好 那么我们看着照片 来一边看照片一边说 说这事会比较清楚一点 好 我先把我先把我这个 我把我缩小一点 好 这样 这样我这边放一点 这样大家就能看了 对吧 能看我 好 喝口水啊 开始聊天 看照片啊 这个不是第一张 从第一张开始聊 先给大家看看 这个 这么一支老镜头 这么一支老镜头 我一开始也没觉得 老镜头就会怎么样 就有多么多么 就一定要很不一样 所以呢 我一开始闲的 直接拿这个FPL 接上试试 为什么接FPL呢 因为手标 那是这么多元FPL 你说这事瞧不瞧 那FPL 接上就6000元 想说拍这个回放 哎呦 我说有点意思 有点写的 一般的镜头 盯不住6000万像素 这支镜头竟然如此可以啊 光圈全开 光圈全开 2.3全开 它汽车往外还有 能到2 那算乌鱼广圈 但它标的开始计算 T2.3开始 这是光圈全开拍的这个片子 大家看整个画面的均匀度 暗角各方面的感觉 我觉得表现都很好 这是小茉莉的很多玩具 小茉莉的这个 很多玩具 我拿小茉莉这些玩具 做的这么一个模特 各种样的颜色都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感觉 日黄白冰横 这么出来的一个调 这个画面就是一个柔和的暖调 其实是散射光 但是你看整个画面的暖色 拉得很开 如果说库克 整个来说就可以冷 就可以更冷一些 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我们再来看 局部 大家看这个局部 光圈全开的局部 到这个素质 6100万像素 中心 是不是 没有加瑞扬 很恐怖 对吧 所以大家看看这个感觉 你就知道这个镜头素质怎么样 大家看看它的颜色的感觉 包括反差 反差不如现代镜头大 如果你拿来卡的 比如说11892 可能比11892反差比的还要高 但是这个反差比阿莲菜要高一点 整个的分辨率就可以到这个程度 我们再往下看一张 边缘画面最右上角 我们来看看 就这个最右上角 大家看到了吧 最右上角的边缘 光圈全开 你看光圈全开 边缘稍微有点弱 稍微有点弱 但是已经很可怕了 已经很可怕 就这样一个感觉 相当强悍 看一眼弹幕 有人说小莫里的收藏 对 有人说这个能装中化服装不了 装135其实已经极限了 装135边角有的偏的 就会有暗角了 就明显的再往外就是黑角 就这感觉应该上不了中化服 我们再来看这张 这张是光圈收到5.6 5.6光圈 大家看整个画面的边缘 就大幅度的提升 那么我们来看一眼中心的这个感觉 大家看看这个 上头这些细腻的感觉 这些玩具的细节就不用说了 分辨率进一步的提升 反差依然保持的非常好 大家看边缘 边缘这个清晰度是非常好 这是6100万像素的画面 最边缘 朋友们 这么一只老镜头到这份上 很令人惊叹 真的不容易很令人惊叹 所以呢 SP呢 贵呢 也是有道理低 你再往下看 这是我拿它来拍的一些片子 这个大多数是放在那个 世马的FP 是 那个放在莱卡的M10P上拍的 那么这张是在影棚里头 学生们上课正在拍作业的时候 正好模特 他们挪灯的时候 模特正好能从这个人缝里露出来 我就拿这个光圈全开拍了一张 这样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就是我觉得只要你曝光准确 有的人拍这个 说高光全撕了 大多数不是镜头的问题 大多数你曝光根本就不行 大多数摄影师曝光 真的 我说很多 说的话不怕得罪人 很多摄影师的曝光的基础能力 太弱了 什么都愿相机 这个颜色拍出来不饱和 这个颜色拍出来颜色太深了 天空颜色太深了 沙滩不顾白 都说明了 基础的曝光都搞不定 这怎么会镜头呢 所以这个测光也很重要 我这个就正常重点 但是我根据经验 直接曝光补偿 这是基本的一个能力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对高光的控制确实很好 而且暗部的细节都不留下来了 这个很强 机身当然有作用 但是镜头的作用功不可梦 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在看到 这张片的时候就能看出 它对高光的这个控制一个偏好 这是晚上去吃饭 路边这小狗 这老板家养的两只小狗 特别逗 老来要吃的 在那赖着不走 就拍了一张 大家可以看到外头 光斑的虚化的感觉 这个镜头的 这个口径师还是有 到胶外的时候很有意思 跟阿赖赛斯的胶外 确实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 很好玩 一会儿有专门的 胶外的 可以 那么我来看看 就是正常的光线下 这是正常的一个下午 天上这个晴天 但是云彩不断 有的时候阳光洒下来 有的时候就被乌云遮住 海南的这个云变化非常快 那么这是正好 大家可以撤破里面 就能看到天上的云 正好乌云遮过来 正好来一辆出租车 你看海南的出租车 都贼干净 就空气湿润 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来拍的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场景很有意思 就拍了一下 大家看看这个 我觉得这个黄色 非常准的还原 是我当时看的那一个感觉 有的现代镜头 在这个圈下会过于漂亮 就是那种劲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 倒不如这种感觉 好玩一些 这个当然 每个人喜好不一样 这个只是我个人的 个人的喜好 不代表不代表所有 不代表所有 好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就很明显 阳光照过来的 这么一个感觉 天上全是乌云 但阳光照着 从乌云缝里露出来 照在这边 这个墙上 这条叫七楼老街 海南的这个 广东很多这种七楼 开屏什么的 不就很多这种七楼 跟让子弹飞 很像 但这个七楼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当地人都生活在这 它不是那种景区盖 或者把人都撵走 单独开发成山野街 不是那种感觉 在非常有意思 在画面里头 出来的这个感觉 我觉得就特别好看 所以就把它拍了一下 这基本是光圈5.6 或者光圈8来拍摄的 大家看到画面的整个的这个平整度 各方面都能体现出这个镜头的素质 这个镜头的特点是这样 我觉得 它不像那个像安琪什么那么夸张 安琪我觉得就太夸张了 就说话感觉形容词特别多 就一经放特别多 很多人喜欢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人出来之后 浑身抹着香水 跟香带一样 就过来了 画之招展 那么酷克 我觉得很多时候呢 是没化妆这一感觉 就原来就这样 原来基本就这样 但是我还给你 显了点广和度那种感觉 出来 但是我觉得他特别容易 有这种电影感 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类型 有人说 那么这个颜色润不润 这是在阴影里头拍的 拍的这个 这个海南很多地方 有这个石头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很湿润 有这种水气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绿色这植物叫什么 但是就是 你拍一张 在弱光下拍一张 你觉得这个油润感 油脸而生 真的是润 就这么一个感觉 有人说 说那个 还是这感觉舒服 不知道 包括都战士是对的 对 是那一感觉 好 这个 我说放大一点 大家可以看 整个画面的这个细节 其实都是很漂亮 我们再看这个 小光圈 这个光圈收一收一收 收的差不多5.6 这是在那喝椰子 我那个学生 那个 正好跟我一边去 多情见客 请我去喝椰子 说这儿的椰子是最甜的 突然去这儿 那 阿姨呢 大姐呢 看椰子 然后就拍了一张 大家看这个颜色 在阴影里面拍的 阴影里面拍的 大家可以看到 外头阳光比较强 它在影里 你看这个 它的红的裤子 这个绿的椰子 这种感觉 它的衣服的这些颜色 就很正 它不是那种念 是比较正 所以这个我比较喜欢 正经这个说的词 特别好 什么克制 这个我觉得是对 就酷克的很多感觉 你觉得它比较收敛 它不像安琴那么张扬 一进来就是 我就说那种 大家都聚餐 本来挺好的 进来一哥们 叫起花 嗨 亲爱的们 我来了 那种 哇 这个拢个脖子亲一口 那个摸个脸什么的 就那种 哇 就简直一晚上就去 太炫了 很好 没问题 但是过 有时候我觉得安琴 就有点过 就那种感觉 只是我的一个小红丝而已 好 然后 大家看它对不同颜色的 这个表现 这种颜色 我觉得就是 基本上是我比较喜欢的 这个感觉 颜色很稳 它本身对高光 也保留的比较好 我也基本曝光 是偏向高光来曝光 所以这么一个感觉 大家可以看 镜头也很小小 抓拍很方便 不会有觉得不方便的感觉 这是在阳光下拍的 阳光下光圈 这个是2.8 2.8光圈拍的 不是全开 分辨率 清晰度 确实非常好 那么这张 拍了一张 这离我比较近 大概一米左右 一米多 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那么 我拍了一下 大家看看 放大了 看看这个细节 大家看看这个树叶上 这个叶脉 这种感觉 这些细节 大家可以看看 表现 我觉得是非常惊人 非常惊人 所以是 我觉得这个头的表现 郊外的过度非常漂亮 它的郊外 就是我说的 很多电影上都追求了 焦点清楚 到郊外 不是立刻就分成郊外 是从清楚 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过渡到虚化 这么一个感觉 清楚到虚化 是一个绵延的过程 这个过程特别好看 这么一个感觉 好 这是不同的 这个天气 大家看 就这种 乌云的天气 其实我觉得 酷克尔的颜色 最好看 最好看 蔡斯当然拍这个 也非常美 它是一个不同的感觉 这个在室内 全开光圈拍人像 也很漂亮 这是拍的小茉莉 大家可以看 小茉莉 这在 这在 就是外头是阳光 中午的阳光 很强烈 光圈全开 正怼的阳光 太阳 直接窗外的玻璃窗 就往里反的光 非常强 那么这么逆光 我直接拍了一张 这样的片子 大家可以看看 整齐的这个感觉 大家可以看看 这些细节 包括头发丝 包括胶外的过度 很细腻 这个在很多镜头里 都其实是不容易做的 其实不容易做的 有人问说 这是海南哪 刚才那个是文昌 海南的文昌 有人说 这龙哥这个头 对拍摄者技术要求 有要求吗 肯定有要求 手动头都有要求吗 说多少钱 这个头好像 现在多少钱 不知道 四五万起步吧 应该是 应该差不多 我觉得好像 今天群里都说的 有六万多 有的是四万多 五万多 基本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还要去改 就改 所以有时候说 任何头想拍好 对技术都要求 对了 就不用说 不管自动头想好 说不动脑的就能拍好 目前不存在 一定是有要求 就是这样的画笔 画出来画的最棒 那对画画者 都是有要求的 拿什么的笔不重要 我们来看看这张黑白 如果喜欢拍黑白 那么这张 我相信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镜头的素质 这个光圈放的5.6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镜头的这个感觉 这个镜头的感觉 那么这个黑白的表现 在阴影里面 大家看看黑白的这个感觉 这个氛围感 我觉得就是金属 就像树叶拍的像金属一样 有这种光泽感 又亮又润 这么一个感觉 这个头确实做到 很多这样的老镜头 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莱卡的很多老镜头 达不到这样 达不到这样 真的 所以说这个镜头的 整体的素质水平 这张黑白 我觉得还是能体现 它的这个水准 就是这个镜头 非常有意思 这也是拍的这个三角眉 大家看 对不同颜色的 这个处理出来的感觉 说是比A1头好吧 这个问题没法回答 各有各的好 但说画质A1头 肯定更好 肯定是更好 所以这个东西你说 怎么来回答 我确实回答不了 每个镜头有不同的 看你不同的需要 就说 每个摄影师 对这个画面 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 我们来看看这个 黑白的感觉 因为今天照片比较多 但今天我就不多 不多聊 今天事比较多 所以我就简单 给大家聊一聊就行 那么看这个 这张也是 大家看到黑白的调子 跟很多镜头很不一样 就它的黑白很响亮 它的黑白很响亮 这样的一个感觉 整个画面出来的这个氛围感 我觉得是很扎实 很稳的这种感觉 跟现代镜头不一样 现在镜头很通透 很透亮 而这些镜头属于 比较收敛 所以这种镜头 我觉得都比较适合 现在镜头玩的很多了 你觉得现在镜头 满足不了你 你再去追求 这个会比较好 你直接上来买这么一头 未必能体会出它的优点 这个也是 大家看这个 也是在文昌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这些玻璃上 不同的反光 不同的树木之间的 这个空间错落关系 我觉得非常体现这个 非常体现的这个镜头的 对黑白的掌控力 这个当然MCP也很好 那配合上这个镜头 我觉得是 出来的感觉是非常到位 就是你拿很多别的镜头 尤其很多老镜头 是不太容易 一下子找到这种感觉 那么酷克这个头 就让你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能够 找到这种视觉感 拍人 但在山影棚里头拍人一样 我在拍模特 专门也拍了一下 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画面的效果 对高光的控制 大家看看这些白色 不同的白 因为整个不仅全是纯白 大家看看不同的白色 在这个镜头里的表现 这都用来MCP拍的 大家看这些白色 之间的这个灰度感 在这么弱的光线下 光圈全开 出来的这种灰度感 我相信就足以证明 这个镜头的能力了 如果你真的在这种 这种浅的颜色里头 拍过 你就能看出 这个不同的感觉来 这是小茉莉的 让大家看看在顺光的表现下 刚才是逆光 那么顺光的表现下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 这个质感 稍微放大一点 给大家看 大家看看这个质感 看看这个眼睛 里头这种 这种油润的感觉 包括这个 小茉莉这个毛衣上 从清楚到虚 慢慢散开的 这种一个效果 这个就好看 这个就好看 诗和远方说 75号段的40 752都不到4万 因为我不太知道 这个镜头的价格 因为我肯定买不起 所以就根本没上鲜鱼看 就在局里都看到 反正肯定不便宜 对我来说 都是不考虑的镜头 那么看看它的散焦 它的焦外的光斑 这是拍的树叶 大家看 它焦外的光斑是这个 跟TTH那只很像 跟TTH502 光斑其实挺像的 风格也比较接近 都是这种感觉 但是呢 一看整个镜头 就比较温和 就不是特别炸裂 特别旋转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是一个 这样很舒服的 这么一个劲儿 那么这个 有的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我只能说我很喜欢 这个感觉 我不太喜欢 这种焦外过分的 焦外的旋转都那样了 我个人是觉得 不是特别好 大家看看这些 这是夜景的光斑 焦外的这个感觉 就是这样 到了边缘 大家看看边缘的光斑 是这个形状 开始出现 这个口径石 基本在大的范围以内 其实都是很正的 到边缘有口径石 但是切的不算厉害 所以都还比较好 边缘有轻微的小过角 这样的一个效果 光板也算比较漂亮 大家可以看 即使在这种非常强的 L1灯的照射下 整个画面出来的 这个感觉很好 大家看前后景的虚化 这个氛围 其实都是很漂亮 确实是一只 出色的镜头 这个镜头有名 这个镜头有名 还是有原因的 不是浪得虚明 大家都说这个头好 一般都是有原因的 不过莫名其妙的 就夸得好 大家就看这个焦点的部分 焦点到焦外 慢慢过渡出去的 这个空间感 散焦慢慢出去的感觉 真的是好看 真的是好看 这就是一个镜头的能力 一个镜头对空间的 一个控制力 龚九四说 龙哥有跟他差不多的平气吗 这个很难 反正我觉得 我的平气就是阿莱塞斯 就是这样 大家看他黑白的光斑 这个效果 空气感也是非常好 这种光斑的感觉 我觉得也都很漂亮 每个人对光斑 大家有不同的理解吧 每个人可能有自己 不同的理解 这个也是 这样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看 那么这个 大家看这个空间 从焦点到焦点 慢慢过渡的 这样一个感觉 是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再来看看这个彩色 这种感觉 冷色和暖色 你看他的冷色和暖色 跟蔡丝真的不一样 他的蔡丝的 那个冷色 就整体更冷一些 他的冷色里头 还能透出暖 这个感觉是不一样 好 那个大方说 Rage的 Rage的确实是可以 确实是可以 比如说M281.4怎么样 M281.4 也是非常好的镜头 我用的不多 我只用我哥们的 看了没几张 所以不能随便发表意见 大家又在说 回头方便发群里两张 回头会发的 别着急 就是大家不要 就是我在那聊 思路老被打断 大家别着急 有问题 群里都咚咚问 那么看这个 这些不同的感觉 这是专门拍的 晚上的一个云彩 海南的云特别低 都带着雨 一会就飘回来 一会飘回来 晚上特别好看 抬头无限远 跟天上拍了一张 大家看到这个 暗角的感觉 就比较明显 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在飞机上 拍的就是傍晚的 这个云里面的山脉 非常弱的反差 这个感觉出来的 这个效果 这是夕阳 在飞机上拍的夕阳 这个颜色拉得也很开 大家也能看一下 这个是我在影棚里 拍摄的时候 拍完了之后 模特在看片子 我拍的这个感觉 大家就看 它在生活里的 标图在生活里的场景 带来的这个画面感 这个愤怀 让这种变化 这张是怼着竖拍的 这是另外一张 这张角这个角度 就让它稍微有了一点炫光 这个镜头也是怕吃炫光 就光线强光 在镜头里的时候 还是能吃到炫光 光圈圈开的时候 炫光还是有的 这是不同的这个感觉 剩下的过就 那个快点拍了 快点给大家讲了 这是夜景的 这是夜景 大家看后头的那个 人行道上那个路灯的绿色 跟这儿的暖光 带来的这个反差感 这是黑白的效果 这是在马路上接拍 大家看 就是最大光圈 因为它的对焦手感非常舒服 所以也是很容易 你去控制这个对焦的感觉呢 就一点都不难拍 你在马上抓拍 会觉得手感是非常顺畅的 这么一个感觉 祝海来卡来了 说来了 对 这个也是 大家看就是亮跟暗 高光跟暗部的这个感觉 跟现在镜头确实有区别 其实不是说哪个镜头更好 我觉得每个镜头都有自己的特点 现在镜头有现在镜头的追求 以前的镜头 以前镜头的追求 没有必要非要争 哪个是好 玩好有很多种 对吧 就是你喜欢的 毕竟是世界上最好的 比如说我喜欢这个 另外也喜欢那个 更有个好 不必非强求 说一定要分个这个 说文无第一 无第二 对吧 这个东西 有感觉 大家觉得感觉对 就像吃东西 爱吃三分博 这都是拍的黑白呢 这个黑白的我片比较多 大家就看看 它在不同环境下的这个表现 经常扫街呢 可能对这个黑白的场景 能有感觉 它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感觉 端来一梦说 比坚无敌冷 比安莱赛斯暖 比安琴淡 对确实应该是有这个 因为坚无敌 我基本没怎么用过 都是简单的 玩朋友的玩起场 那个不算长期的用 所以不太好评价 这是不同的反差 大家可以看看 室内的这个暗部的细节 这都是不同的画面的灰度的表现 因为我还是拍黑白多 所以就是可能放的照片会黑白 这样的比重更大一点 这么一个感觉 扫街真的很方便 非常方便 体积也很小 有非常高的素质 光圈虽然不大 很多人特别明显 大光圈 这个图光圈并不算大 但我觉得真心够用 这是不同的 大家主要看暗部 那些灰度的表现 比较能体现出这个镜头的特点 这是在一路上拍了很多 这样的感觉 扫街我觉得这个图 确实很方便 很有意思 就拿这个图拍特放心 很多人说这个画面边缘是否变形 不是 这个水管的这个电线的管的就是弯的 不是这个镜头变形 这都是黑白的 也有彩色的 到棒板 大家可以看 它对这个颜色的这个表现 确实是每个镜头有自己的特点 每个镜头有自己的特点 所以ACDK有那么多人 去喜欢它不同的风格 也是这个原因 这个也是 大家看整个棒板的这种蓝调 这种感觉 它的全开 就是酷克这个全开 就中心锐度是非常好 当然你如果特别强调边角锐度 你就得收光圈 就不要只望有一种镜头能做到任何边角都完美 其实不是那样 但只要你用的好 它是没问题 这是不同 尤其是弱光 还是喜欢弱光的这个感觉 就我觉得酷克赛斯在弱光下的表现都非常漂亮 都非常漂亮 拍黑白对高感叉的这种感觉都很好 这些都是基本上光圈全开来拍的 这是晴天收了光圈拍的 大家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跟现在镜头的颜色不太一样 现在镜头应该比这个更艳丽一点 它的镜头还是比较稳 我觉得蓝色能收得住还是不容易的 还是 这边都说 ACDK酷克最爱 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它的蓝色能收得比较沉稳 不是那么夸张 因为真的把这个海拍的挖蓝挖蓝的 那种其实就有点假了 这个感觉 老镜头颜色上 如果你追求现代镜头那种明快艳丽 那么就像现代头 老镜头的颜色比较上是不太一样 毕竟五十年代的产品 大家看它的颜色 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但是你看空中的那个云的水气的感觉 出来的感觉是有它自己的这一个颜色的效果 跟蔡斯比 就跟阿莱蔡斯比 同样的场景拍 它确实要偏暖一点 而且整体有点偏黄 可能跟大家说的里头 所谓这个鱼片玻璃发黄有关系 因为我只试了这一支 没有在同场景那么去PK过 但是同场景你拍就感觉 它明显的比蔡斯要黄一些 这都是普通的黑白的表现 这种空间感 这种感觉 这个大家说一看 想大家就能看 相信大家正常拍黑白的 对这个空间和郊外的这个感觉 这个过渡感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理解 就它的过渡 郊外的过渡很舒服很自然 就过渡很细 就不是咔嚓就虚出去的那样的感觉 这都是它不同黑白的这个氛围了 彩色当然也很好 我是特别喜欢这种颜色淡一点 饱和度不那么高的那个感觉 中年举个例子说素痒 对 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大家看就是这种冷色啊 这个冷色啊 你看这个吃光就很明显 这个飞机的悬窗本身就吃光 就有磨损就吃光 再加上镜头 就是你在这种光线下 老镜头还是不要差吃光的 如果要挡住这个 彻底克服这个 还是要加折磨磨 这个吃光的感觉在画面里头 其实都一直都有 这个不同的感觉 弱光下 大家看这个机层内 这个光斑这个感觉 这个效果 很多人就比较喜欢看 这个光斑的效果 说光斑感觉就这样 一个意思 大摩抛光说的 说光斑跟TTA是很像式的 跟TTA式的风格其实还是挺像 不同的颜色的感觉 给大家看看 就是这样 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大家放大了看 这是拍的大苗 你看大苗的耳朵多清楚 看大苗这个车上 这个仪表盘 这种散焦的感觉 这个散焦还是很古典镜头的风格 跟现在镜头的散焦非常不一样 现在镜头的散焦的很多光斑 是比较清楚 边比较锐 这个是不同镜头带来的这个差别 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还有一张小茉莉 大家看镜头吃光的这个感觉 放大了看一下 细节是非常好 颜色比较比较沉稳 是这镜头的特点 好 那么我现在就可以把我再放大了 稍等啊 好 那么刚才给大家看了这片子 大家看到库克这是电视图 SP的二代 这只50毫米 F2 T2.3 这只镜头确实我觉得很出色 在我用过的 我用过的有线的镜头里头 这个是非常出色的一只 体积很小巧 对焦手感一流 对焦手感一流 光圈的手感非常棒 无级光圈 祖尼特别恰当 不松也不紧 做的真的是好 然后对焦的感觉也很舒服 也很舒服 那么体积很小巧 跟阿赖赛斯比 大家可以看体积其实是很小巧 所以我觉得是 非常好的一个镜头 但是这个镜头 号带比较偏厚 六九边号 有人说那个五开头呢 这边说那个六九角 说五开头反差比六的要低一些 这就是不同镜头的一个特性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说六六以后更倾弦于色彩 五黑白更细腻 那这个就可怕了 那你说都得买 我那个乖乖朋友们 这钱花起来没头了 这些都是坏人 都记住 那么到截图时间 到截图时间截图吧 看看我调一个角度 调的好看 那么这两只镜头 就我们聊到这 那么我再总结一下 我个人对 SP2这只五零的一个看法 就是破功各方面无敌 然后颜色比较沉稳 比较收敛 然后呢 整个的色彩也很漂亮 反差比阿莱赛斯略高 锐度很强 锐度非常表现非常出色 确实是很好 自然是一只令人难忘的镜头 如果你有机会玩这个镜头 我相信一定会喜欢上他 但是这个镜头呢 不像安琪什么的 那么炫 那么容易第一眼就打中你 所以我觉得 你可能要拍过很多镜头之后 慢慢的在感受到 这个镜头的时候 你会有自己的体会 会有不同的感觉 很多镜头不是第一眼美女 是第一眼就看上的 就不是 但是你慢慢就体会到 它不同的美感 有的是内敛的 有的是这种 更张扬一点 不一样 那么我觉得库克这个镜头 就是非常的内敛 很风骚 除了它跪之外 没有别的缺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Robinson 中文明星人的名字